选工作就像选英雄 要掌心就用裂品了 我们进入BP 这个BP跟我们设想的几乎一致 厄贝刘斯发条跟狐狸西度上班位 而反手也是搬掉了 泽利盲僧加霞 那金克斯成为了独一党的存在 现在没有了霞 没有了厄贝刘斯的情况下 金克斯却是蓝色黄一强没问题 那刚刚就是提到的 要EZ卡尔玛 体系感觉要来了 是的 要直接EZ卡尔玛了 而且这个EZ卡尔玛 是可以先换到一个熊的 毕竟如果你金克斯加卡尔玛 强行拿 这个阵容有点太抽象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选熊 那么你后手选人马 也非常的吃亏 是的 但当然 我们在上一个bill也提到 卡尔玛他的福耶哥 是他特别招牌的英雄 这个赛选最多 是的 为什么没有拿了呢 今天卡尔玛就告诉你了 我要留到这一场拿 开玩笑 卡尔玛又被抢了 真的要硬拆吗 我觉得不行 因为卡尔玛 金克斯这个队线 伤敌800 自损可能得1500 主要是他们打 有位选到的是 佛耶哥 如果辅助不选开团 那么没有人先手了 是的 还是选了常规的泰坦 威武这边 在看到泰坦之后 也做了一个变招 他们 我觉得做了两手准备 就是如果这边 你选一个软斧 你猜到我玩卡尔玛 你选一个露露金克斯 或者像列纳塔金克斯 这种 我就用卡尔玛打 如果你选一个像泰坦 这样的英雄 我就用莱奥娜去打反手 但这首伊泽瑞尔选下来 未免 我觉得在下路的点上 有点拼了 我们来期待一下 这个伊泽瑞尔的发挥吧 这个在季 其实Fortech选手 也是用过三局伊泽瑞尔的 当中是赢掉了其中两局 但这一场是他 我觉得在时刻很久之后 再拿出这个英雄了 是 那么在四五楼 京东这边扳掉了 刀妹的情况下面 有意向可能会去拿杰斯 要看V5这边 要不要把杰斯给按掉 是选择放出来 但是提起打杰斯 我觉得瑞尔应该是 联赛当中最不怕的 几个人之一了 就是他能用的 打杰斯的英雄 是非常多的 很多 也不怕 留一首Counterweight给他看一下 因为现在双方是一个 对位选人 所以针对到的 基本上都是中上的英雄 而且两边中单到现在 还没出英雄 这个想拿杰斯的心 已经非常强烈了 而且他不怕你抢 因为你抢了 369可以开车 可以玩石头人 V5这边直接给中路的Rookie 拿到了一手 鬼术妖精勒弗兰 那牙膏这边做何应对 现在打勒弗兰比较好打的 还有威古斯的存在 包括牙膏的一个 邪恶小法师 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他可能想信赖 自己本来本赛季 玩的最多的维克托吗 维克托加福叶哥 这个中也是非常偏发育的 而且非常的慢 是的 福叶哥加金克斯 又是一个这种 双收割的体系吗 那这样确定下来的话 就是说三个点位都需要发育 最后在上路369这个点 补出杰斯 加强中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瑞士 看看玩什么 石头人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阵容 对面双C 无位移 加一个打杰斯 本赛系的第一次选择 就是在季后赛 败者组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人 如果你说这个英雄 他说他有特别需要练的地方吗 我觉得也没有 但是这个英雄 比起所谓的这个操作 更吃的是他的一个思路 这个英雄就是你对线扛住 在团战当中大招释放好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对线也不是扛住 对线是可以打优势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玩笑说 这个聪明莫菲特 对吧 飞是进攻型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 蓝色方更扎实 那这场红色方 无疑就是一个进攻拉满的阵容 对 红色方进攻 而上路的石头人 无疑是本场比赛的一个X因素吧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石头人 在对线期就能够取得优势 并且在团战给对方巨大的一个烦恼 我个人认为 威武今天这个阵容选的是 有一点那种不破不立的味儿 你知道吧 因为他们这个 对吧 整个的阵容拿出来 就是中期要跟你结束比赛的 我要打优势的 而且我们也提到了 其实把比赛节奏变得很快 是京东比较擅长的 因为京东有在比赛第二高的血腥程度 但是今天威武等于说 我在红色方完全做一个打快的设计 并且让大家都拿到可能 前期一定能做事的英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期待的就是这场比赛 到底这个激烈程度会有多么的激烈 对吧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京东其实会比较擅长控前期的资源 我们通过数据面板都能看到 他们对于小龙掌控率都很高 而V5则是前期节奏比较慢 他们其实小龙不怎么控 但是非常注重先锋跟一塔 那么今天确实是 自己优先选择到红色方之后 拿出了不一样的一个阵容出来去打 还是很让我们期待的 是的 包括这把真的 我觉得石头人这个英雄 在团战的发挥会至关重要 刚才也提到双C无位移没垂时 对吧 这都是对石头人一个非常好的前提 我们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是北京京东 而红色方是深圳V5 在今天的赛前 双方进行了线上 置硬币选边的环节 那V5是取胜 并且在置硬币之后 选择了红色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比赛 哇 下路的EaserRail直接是选择了一个多蓝剑的对线啊 而且也是现在的EaserRail比较主流的一个天赋带法 就是一个强攻的EaserRail 嗯 两边下路都是没有选择帮忙直接上线的 下路 三类就抢到二级了 上路毕竟是杰斯嘛 所以卡拿尾的刷爱路线也是从下往上刷 但熊这边就表示对吧 石头哥 你玩你自己的 六级前我是不会去的 你也不用琢磨了 而且对于整个上路的生态来讲 对吧 三六九也是因为非常擅长 用石头人打杰斯的选手 不知道今天这场能不能反向操作一下 下路直接来了 这个位置三级的卡塔 没有演 皮皮卡特的先手直接一传指 他能勾断了 HOP这个位置给一个绝活的手来 想刷泰坦 泰坦交出闪现 小海够吗 给一个治疗 第二个Q好了 皮皮卡特的点燃 拿到了这个人头 哇 这个来得非常快 直接从上开了之后 刷到下路三级就过来包下 打了HOP这边 他们下路双人组一个猝不及防 而且双方在博弈上也很精彩 一边是泰坦的一个疏通航道 直接勾断了对方的天井之剑 而另一边V5的反应也非常快 因为他们立刻判断到 金克斯是有进化的 对吧 我开金克斯可能打个进化 最多打个进化展现 但我开泰坦 我有机会杀 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一波 顶级的博弈 一勾直接打断 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即使说Missing交闪的一个情况下 也是集火去杀他 并且是交治疗 拉伸位给点燃 就是非常的坚决 那这样我们说 这个第一板斧 对吧 先奏效了 下路 虽然这个人头是被 女塔拿到了 稍有些可惜 但是这对下路的对线来讲 没有闪现的泰坦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成为 再一次干坑的目标 中路牙膏卡个视野 打一下消耗 这波是假miss了一下 然后打了Rookie一些血量 但PPK的立刻反复中路 链子连到牙膏不交闪吗 金克斯是不及时有打野 我觉得不交闪也要死 这样卡纳维闪上来 Rookie的纷纷挡在了前面 卡纳维一个A加破败王剑 拿到Rookie的人头 捡起勒弗兰的一个灵魂 可以有魔影迷宗去释放 卡纳维的勒弗兰看起来玩得不错 这个链子连得也很精准 但是Miss赶来的时候 对方的耶铺已经溜掉了 非常的实际 而且没有闪现 拉断这个链子 第一时间直接被秒掉了 感觉可能是觉得自己身后有人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来了这么多 而且可能是他看到 莱奥娜那一刻 他已经闪不及了 对 上路 瑞士这边也是 把兵线往自己塔前小控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他直接往左闪 拉断链子 等一加太弹 我觉得这波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毕竟 对方确实人多势众 而且卡纳维在 交闪击杀掉Rookie之后 捡了这个勒弗兰的魂 然后对方的野虎 没有办法再对自己下手了 两边前六分钟的比赛节奏就已经非常快了 双方都是不停地在寻找机会 主要还是V5这边选到了一个这样的阵容 势必在前期是要打的节奏够快的 而且对于这样的阵容来讲 八分钟前控小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们现在讲这种完美前期节奏 都是讲究你 前期阵容拿点优势 然后六到七分钟把龙控了 再回去打这个峡谷前锋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最好的展开方式 那是最舒服的一个节奏 是的 可以把雪球滚起来 但现在中路的一个线权一直掌握在牙膏这里 牙膏推了线之后就会选择一波miss 往野区走一走 目前整个下半区的视野 京东还是部分的比较多的 而且这个中下的线权可能 京东是想直接把这个龙先收下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威武如果无法反制的话 就只能寄希望于现在的先锋团了 威武有一个和谐的视野 想过来应接 威武这个位置心想 我依瑟瑞尔凭什么让你这么舒服打这个小龙 先开谁 Missi站在前面 被良娜留下 Missi勾下 火轮风暴放下来 Rookie直接踩掉了第一个人头 配合着依瑟瑞尔 而这边Kata也被火轮风暴垫得粗度麻麻 有点走不掉了 哇 这波因为牙膏先到场 先能占住位置 而且第一时间维克托的AOE尽速拉满 对方的野斧是完全扛不住的 那这波打完 其实进攻前面会非常舒服 因为维克托拿到两个头 意味着他有更快的进化节奏 而且有更好的一个后期英雄 在前进补装备的能力 还是刚才在中路那一波献拳 导致Rookie第一时间没有办法 可以赶来河道 牙膏这边会动得更快一些 再加上就是 我觉得威武也觉得 这个时候我们终点强势 为什么要让你打这个龙呢 但没有想到维克托这个仙道 真的太关键了 他这个立场接五乱风暴 直接的平时把鼓鼠给秒杀了 然后 五乱风暴在持续时间里 又烫了两下这个熊 刚才这一波团当中的话 像金克斯和维克托这种AOE 他是伤害可以拉满的 但对于威武来讲 开弓没有回头剑啊 这个阵容选出来就不能放慢节奏 峡谷先锋 我觉得伊森瑞甚至考虑回家 是不是说要看一下 不过这个时候对方少人组在线上 所以辅助先动了 下路肯定是 后部这边还要继续推的 伯铁哥应该要回下 继续防守一局 下路打一套瑞士 瑞士这个位置会被单伤吗 反身撞 熊来了 瑞士反身撞完之后 369没有技能了 想绕河道走 他已经感觉到了狗熊就在附近 跟狗熊搞一个二人转 哇 他是没视野跟狗熊二人转的 但一个人大招人 直接精准命中 369 哇 这一波 其实369已经非常的警觉了 主要是这个二人转很细节啊 大家如果看过早年间这个马老师 对吧 大司马有一波这个长狼跟萌多 就是这种感觉啊 他没有这个熊的视野 但是他跟熊来了一波这个二人转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 峡谷先锋又来了 卡萨先被勾到 卡萨有大招的 大招往后跳一下 来起来已经不好了 通关天灵被闪天躲掉 都可以从侧面过来 牙膏一击赶到战场 牙膏这个时候伤害是非常高的 那可能峡谷先锋 威武争不了了 虽然是拿到了一个杰斯的人头 但是大家教了太多的一个技能 尤其是没有试图人的一个势不可打 这波团战是很难接的 再加上对方的金克斯 先处理兵线 来到了上面的战场 那我觉得这波369 即使阵亡的情况下 其实总体节奏上影响不大呀 对京东来说 并且他正好换线到下路去吃线了 那这个先锋 拿下来 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的节奏非常的好 都拿到了 舒服呀 主要是威武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不太有力了 只能寄希望于团战 依靠这个石头人 面对无位移双C的出色发挥了 因为现在前期的地图资源 全都被京东西数收下 而且这一波直接四个人抱团 来到上路逼退你 然后找机会推这个上路的防御塔 这把我必须得说 牙膏在中路献权方面 真的是领先的有点多呀 之前有人开玩笑讲说 牙膏怎么就站在中路不动的 这把牙膏告诉你了对吧 不是我不动 是我要看时机动 这把动的时机都非常的好 而与此同时 因为对方的人都在上路露头 Rookie是选择跟卡塔 想去下路抓一波369的 但是369非常的警觉 直接向后撤 没有给到一个机会 是的 而且369现在有闪现的 其实他只要小心 别被石头人直接撞起来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这一波拉扯下来 还是蓝色方更转 那这个局面对于威武来讲 要依靠中期的EaseRail了 好在是Fortico这把 发育很好 对的 两个头在手里 西兰刀摸出来了 但对于京东来说 坐拥一个发育非常出色的中野 而且这个团战我们也提到 这是本赛季 从赛季初就见到的 一个主流的双启动 对吧 金克斯跟破坏王 你只要有人能给他们 足够的伤害 帮他们杀一个人 那两个人一起起飞 一个处罚最恶快感 一个减魂 中路 Rookie练住 卡卡就在身旁的 直接开启大招 拍晕牙膏 牙膏这个位置 交出闪现之后 还是被卡卡带走 后面我来了 这个位置主要是 控他太紧了 是的 而且这波必须得提到 就是Rookie的细节很好 如果大家一会儿有回放 可以看一下 他是先用了一个 魔影迷踪 马上回来 让牙膏放松警惕 然后立刻用故技 重施的魔影迷踪 再往前弹去 而PP盖子也就被逮到了 迷踪在侧面 把他留住了 一个回身的大招 直接定住了卡拉尾 但下一发 出风好到 还是把他给蹬了回来 最后被卡拉尾的一下 平A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波虽然说大招 这波虽然说大招留住了对方 但是走不掉了 身后也没人的 那这样的话 金钟直接顺势 在中路召唤 狭火先锋 Rookie选择TP回来 防守一波 但肚层肯定是可以吃到的 Rookie踩上来 近身的面 连到 熊来了 洛雷 但HOP有一个进化 而且自己是没大招的 熊这位置要送的 哇 这波主要是没想到 对方的一个破败王 没有走远 回来直接显得 让这个熊 有点白给 因为他是 HICU走上来 直接被定倒 然后直接被击杀 并且这个时间段 刚刚好是击杀掉 对方打野小龙刷新 这个时候要看瑞士了 这波团战 其实双方有一个C位 都是不能赶到的 上路的Etherail和维特托在对线 而金克斯在从家里往外走 在威武这边熊也是不在的 三打三的正面 PVK的走到前面 又被开到了 瑞士一个大招 进去想秒 不太忙 但同胞在临死以前 把一个龙给撑下来了 还好是出血不破 那终结人头拿下来 剩下一个369 一堆金克斯掌握过来 直接刮空了 369交一个闪现 而瑞士上来没看 被动定速 瑞士交一个隔墙的闪现 这个闪现未免想太多了吧 这个闪现 毕竟也是往对方的方向闪的 走不掉了 这一波主要是 达野已经阵亡的情况下 其实V5的想法是 急火秒掉卡纳维 那这样的话 双方都没有成绩 都可以去抢一下 但是卡纳维 还是拿下了这条大龙 之后 小龙之后才阵亡的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波 京东赚麻了呀 几个点来说 第一是人头交换上面 几乎不吃亏 龙拿到 而且上路一打一 伊德尔打过维克托 对的 伊德尔被维克托 直接把兵线前推 吃到肚层了 牙膏这波 虽然没在正面 但他在隔壁 对吧 开启了小灶 在上路 吃到了非常多的经济 你甚至可以看到 一会儿在这个 经济面板上 面板上 我感觉他要领先 乐佛兰不少了 刚才 Rookie也是残血 然后Hope交了一个大招 想要去找一下他的位置 没有找到 再来看一下刚才 先是中路这波Rookie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操作 先打不了弹回去 再一个R 是回头走位骗了一下 这个真的是回首超乱 然后是后续小龙这一波 Rookie来到正面 比如说 Kanavi其实是吸引了 小龙的仇恨的 然后直接想要去秒 但是没想到 Kanavi把这个龙 直接扯下来了 对 而且差一点点 他捡起魂来了 后续是Hope 也是从家里正好过来 赶到这边战场 进行收割 一勾没勾到 上路抓牙膏了 牙膏还在吃上路啊 牙膏这我感觉在上路 已经待太久了 这波再吃 林斯已经把抛车吃了 他身上很多钱了吧 他好久没回家了 一直在吃上路 这波也是给到机会了 这个真的太过分 在上路吃了好久 下路直接大上来 石头人 但这个位置没有后续了 没有人在他身后 伤害是不够的 感觉瑞士这个石头人 现在看下来 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 莫菲特 是吧 好像是有一点 笨笨的样子 好像是那种 速成莫菲特 就 抓紧加急链的 但是现在这个经验方面 跟武刀方面都落后了一些 你可以看到在对位经济差上 刚才Rookie拿到这个人头之后 是反超了 而下路的部分石头人 是落后了1200 而打野部分也落后了800 这一波的话 是他们进行了一波换线 那看金刚的一个角色 是没有选择去争取 V5赶紧找这个空档 把先锋可以拿下 但现在总体的局面来说 V5虽然是终于 能够拿到一个地图资源 但前期的节奏 已经是落到金东的手里了 无论是在这个 转线期结束之前的优势 还是说在现在 地图资源的获取上 我觉得金东这个阵容 只要别着急 对吧 打到中后期的一个团战 这个双C加打野 三合的一个战斗 加上上路结束 可以先Poke 四合了 对吧 四合的一个战斗 对的 对于V5来讲 不好打呀 这个比赛拖下去 但现在好在是 经济没有被拉开太多 而且还是那句话 石头人这个因素 他有他独特的一个魅力 对吧 可能会出现奇迹团 我们讲 形容凯南叫天雷 那形容石头人叫山崩 如果真的出现那种 一个石头人 大起三个人以上 那我觉得这个团战 V5也不是没得打 打一条小龙也快刷新了 已经是地图上刷新的第三条龙了 如果这条龙再给京东拿到的话 V5在中期的轮回压力也会比较大 我好在是一条风龙 而且这波中路利用二线锋 把中路的防御塔给推掉了 其实对于V5来讲还可以 缓一口气 起码这样中路的兵线 可以一直推进去 所以他们在下半区域的视野 也可以往前再做一下 嗯 这把鲁皮也是玩了一个 永双勒弗兰啊 这种勒弗兰打团的时候 是可以踩上去用永双先开团的 他们正面其实先手的技能还是挺多的 哎 车楼 小龙又来了 这波团左边五个闪 右边石头人闪差一点 来看一下大家的发挥吧 石头人必须要赶到正面了 但石头人来得有点慢啊 这个位置 视野已经被卡住了 导致现在这个龙京东已经在打了 369一炮命中了 Fortyck Fortyck这个位置血线已经不是很安全了 龙打的速度可不慢啊 若可以打果子下来 龙被拉退了耐心池 一个精准弹幕刮到了卡拉威 也锁定了卡拉威的身位 VC顶在前面 Rookie踩上来两踩 消耗了一下Hope Rookie两踩很关键 在上面VC顶进去了 靠着缘缘在拖 石头人一大 竹也直接起飞 这个打搭得非常不错 而且后面牙膏还没落地 太运住了 狗熊一个打搭起来 之后牙膏被秒了 你们两个闪现都没闪出来吧 但后续的团战当中 Hope跟369成击脚之势 两个人也把对方的前排杀完了 Rookie踩起来 后面交一个闪现 他就全让Rookie也闪回来 包这个时候要输出 一个QQ打之后 出发了强度 再一个WEE上来 打爆了这个 骤腾高涨回身 再一个Q没打到 直接闪现一下平A 带走对方 直接玩成一件A死 关键啊 这个大把破败王时间 秒杀了 大到了 是的 这两个人一个没闪出来 被这个石头人直接删封了 而且后续的残局当中 我们也讲了 这伊瑟瑞尔跟勒弗兰的追击能力 是无人能挡的 那么这个拉扯 是完全可以收个战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先是远方一个大招 挖了一下卡纳维的血量 Rookie上来尝试踩一下 同时看到对方的位置 这个时候Mitting跟自己的队伍 有一点脱节的 所以队友想往上跟 于是 WEE就抓住了这个空档 直接开了一波完美大招 而且就近乎让维术托和破败王 全都是一个技能没放出来 就在他们往前走的那个时候 直接撞上来 这就是莫菲特的魅力 没错 然后后续的一波拉扯 369捶上去 Rookie反应也是非常快 交闪现拉开 最后也是 没Q到 直接闪现 不给你走位了 走位躲不了平A 不省那些花里胡哨的 这波团很关键 因为这波团 如果WEE5再接出的话 那这局游戏可能难度就非常大了 但这么团大赢 拿到小龙 而且让自己的双C肥起来 这局游戏 WEE5还有着继续去接团的资本 并且他们这个阵容本身 在中期强度也是比较高的 这一波赏金拿下来 现在局势又不好说了 是的 现在主要还是要看 WEE5能不能再找机会 其实如果你说硬等龙 我觉得现在这个节目都然慢了 就看WEE5能不能找机会再抓一波人 然后看看威胁一下大龙吧 这个阵容 现在对方没有闪现的这几分钟 就是双C加打野没有闪现的这几分钟 其实是个黄金时间啊 乐富兰的威胁会非常大 因为没有闪现 一旦被乐富兰定住 这个WEE5的队友接上技能 你就很容易在野区指标 但野区的视野你不好做 就意味着地图自然的压力 现在大龙的压力是有点大的 对 还是因为前面第二条先锋 让WEE5这边撞掉了 京东的中一塔 所以现在中上的线 其实是WEE5可以一直推的 就看这几分钟吧 如替这个乐富兰 其实现在也一直在上路 带完线就消失在野区里 给京东压力 这牙膏也是在第二件 就做了女妖 他也知道 就是打团他不能白给啊 他打团一定要打出足够的输出 对于京东来说的话 现在就是不能着急 不能给机会 所以他们一直在选择 让369去编路 单代发育的这么一个打法 而WEE5的话则是 开始这个不恐大龙视野 然后找一找机会 这波瑞士可能会给机会 瑞士没有意识到 但这不可以开大龙吗 看到过往的一瞬间 可以开大龙了 下路双人组回城了 那这样瑞士直接选择 反向逃跑大招 但这个位置线很长 会被粘 直接被捏住了 现在又业 这波其实卡了一个 非常好的时间抓瑞士 因为自己的正面 好像看到了 对方的双人组不在 这波瑞士给了些机会啊 中路的塔应该可以顺势拔掉 这是以冰冻找到一波 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就是特别巧的是 V5其他人正好在大王处回城了 能够去逼大龙 乔丹被包夹了这一波 是 但好在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人头吧 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且也没有打出任何召唤师技能 对于瑞士来讲 接下来可要 真的要小心啊 这种情况真的 如果在偏后期的比赛发生 可能直接会影响整个局势 然后还是刚才整个野区没有事宜 对对方抓了个空 来 你先这边勾到墙了 现在打团之前 其实很吃这个勒弗兰跟伊森 哎呦 Rookie来了 死了呀 这边勾到了 这波Rookie就找到了这个机会 你闪现刚刚转好 Rookie直接上来完成一个击杀 是 而且拖这个鲜瓜大 然后Rookie完成击杀 双C来了一波完美配合 那我觉得要逼龙打团 石头人来正面 可以打龙 但是要打团 不能把龙打到底 因为把龙打到底 这个位置 杰斯跟破败王和维克多 是扛不住伤害的 对于威武来讲 威武还是要开团这个位置 就要看聪明莫菲特了 莫菲特躺起来 迟到了 莫菲特离出来 Rookie两踩杀了 小贵阳哥的女妖 没有破掉 上面直接十多人还没放大吗 十多人再扁一个大钢 大下去 把杰斯给秒了 莫菲王闪现减一个魂吧 Rookie击杀战争们 一直都要收掉 瑞士顶在前面 一个基准弹幕挂空了 卡萨一丝血过来 被波多Q一了一下 将一个闪现 波多Q一来放一个立场 闪现过来Q放一个立场 但侧面有PPH的又让过来了 这一指挥呀 我这不是病吗 直到最后一个Q 但他还差一点点 远处的 Hope支援了一把火箭 哇 这波团队还是 波多Q就要收割了 然后密封勾了一下 让Hope接了个火箭 把他秒了 而且这波牙膏 拉扯的有点好啊 卡当委先是 万军从中 把Rookie给击杀了 然后牙膏 真的这把 这波打出了成蹲的伤害 你可以看到 两边的输出面板上 一个AD 一个中单 是的 对 都打了很高的伤害 那这样的话 可以立刻交去过来 吃这条蜂龙 B5是来不及过来的 主要对于V5来讲 就是他们在打龙B团的时候 他们开不到维克托 这个团战就很难玩 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来看一下牙膏的这个站位啊 他先向后拉扯 然后女傲一直在身上呢 没有被扣掉 走位 然后组Q这种 他一直在拉扯 瑞士的进场 虽然秒掉了369 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撞到牙膏 哇 这一波他是 极限来 太顶了 就牙膏甚至打到这会儿 对 就他甚至打到这会儿 他女妖刚破 然后最后也只能说 运气上差了一点 把天顶之间紧到 接了一个闪现Q 但是正好牙膏的Q技能 刷了个盾 然后后续就是 V5过来 结果吃了一个钩子 但对于V5来讲 进攻不能停啊 这个阵容 还需要继续找刚才那种机会 尤其是比较 依赖来到中后期 Rookie的一个偷伤害了 现在这个比赛还是不好说 我觉得在正面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V5还是有一战之地的 就主要还是有这种 强开在手上的 他们是可以 有完美的 团阵的发挥的 而且还是那句话 没闪现 就这左边的这种 只要没闪现 右边的上线无限高 只要没闪现 这洛弗兰跟石头人的压力 就很大 没闪现的 就是背后的意义是 也去不好做视野 因为没闪现 你不敢进去做视野 你做视野被逮 你因为没闪现 你会死 所以没闪现的这段时间 对于V5来讲 非常关键 我觉得现在真的 等小龙是没有盼头了 对地图上没有小龙资源 现在V5还是主要着重在 布控上半区大楼 呼吸的视野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中路这里 瑞雪好像又被抓到了 远方再支援一发火箭 是被瑞雪大招给挡住 最后虽然说是 没有把他打残了 但是没有能够击杀 但这波有点关键 这波石头人没大的 V5可以团队进去做视野 就是你有石头人大招 他不敢挤进去做视野 但你没了石头人大招 这段时间 其实京东可以找机会 一起进去做视野 尤其是要掩护 Missing进去 把这个眼插到大龙附近 跟自己家的野区 你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正打算 重振旗鼓 在没有石头人的威胁的情况下 直接冲进去 把血夺回来 而这个时候 瑞雪也赶紧来到正面 但他们是知道 瑞雪没大招的 所以大家敢于抱团在一起 这波石头人没大呀 正面其实被开起来的话 V5要小心啊 而对于京东来说 这是他们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再一炮 169 起炮都命中到了Fotik 不好在Fotik这边 也可以回复一下 现在杰斯也不敢走 主要龙区自始之中没视野 而且他们还是不敢 集体进去做视野 主要就是这个视野 被卡得太难受了 勾 Fotik一上来吧 消耗的一个时间 被勾到了 那这样 不对劲了呀 这个伊泽瑞尔死了 轻则一路重则 找机会要一波你了 而且正面 正面现在有点守不了了 哇 Missi这一勾价值千斤啊 这一勾 有的时候勾之类技能 就是这样 想一波了吗 一勾没有勾到Rookie 在正面的话 兵线会被清掉 对对对 线可以清一下 Rookie的女妖被打掉 那这波 京东没有必要再硬追了 但这样会丢失 整个上半区的视野 这个时候 京东的指挥 应该是我们先抱团撤退 然后撤退之后 往上半区走 大家把视野排一排 坐一坐 但他们现在 监控一下小龙的河蟹 没有选择去排 大龙附近的视野 主要有Rookie在侧面骚扰 而且他们身上没睁眼了 他们应该就要一起回一波 然后去上半区 把视野抢回来 但威武有一个 罗龙的机会 威武有一个 罗龙的机会 这波 能不能找到这个机会 这波对方一定是 所有人回家的 威武一定要罗龙 这波不罗龙 这局游戏会继续 被对方扑下去 之前 视野带来的一个优势 就在此刻显现出来了 打大龙虽然说 蓝色视频一眼看见了 但是打龙速度依旧非常快 再交一个火箭 看一下 Rookie在侧一顶 消耗369来到正面 一锤子 先击杀到Rookie 带着红团旁 已经拿下了大龙 京东想要继续追击 现在优业 结果晕住 这一波太太大招 直接大爆了三个人 后面出发这排出错 但是瑞奇探一字写 没有死 但这个位置是 往对方家里逃窜 波铁克能不能打输输 皮卡的交一个闪线 牙口直接闪线过来 回来 Q1台套伤 皮卡的直接被击杀了 后皮卡一刀 对方的阿塔 不阿塔 剩了一下 似的血量也非常不好 他怕能走吗 石头人已经聪明地 避回了家里 但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是 要至少掉龙魂的局面 这刚好是 龙派刷新的时间 这个角色是没问题的 但是 金空也在 防守龙 知道守不住大龙的情况下 留人留得很果断 369锤下去先秒了一个 然后卡纳卫有块表 这块表把 威武给操作了 没有这块表 他会直接被击杀 但因为有这块表 威武想反杀卡纳卫的 那一瞬间 表开出来 反而是被迫被留住了 被抽引了时间 那这样的话 他虽然拿下了大龙 但是也损失了比较多的人 来看一下 这一波是 369一波非常刁关的 F6草丛眼卫让后 击杀掉了正面的Rookie 然后卡纳卫 他其实跟队友是脱节的 所以Rich选择直接开他 但是 这个表 不仅是躲掉了雷欧娜的大招 也为自己队友 赶来正面战场 所以来 这波石头人 先避回去了 也很关键 这波石头人 要是再死了 这个局面真的太 对于威武来讲 就太绝望了 石头人还保留了一个龙Buff 很关键 因为这是带TP的龙Buff啊 真的挺关键的 聪明莫菲特 对的 就主要他这条线 现在是有TP的龙Buff线 其实还可以的 打到这会儿 他至少在单线防守上 因为有龙Buff的帮忙 他不会特别吃亏 但这个时候京东抱团了 京东手里已经握有了 风龙魂 对于威武来讲 这个时候也只能靠正面团战了 但是京东的阵容 并更为扎实 你可以看到一个四剑套 左右的金克斯 加上一个三剑多的维克托 以及将近三剑半的杰姿 而且金克斯身上 他现在没有闪现 所以补了一块表 在团战当中容错率会更高一些 但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双C没闪现 莫菲特 能不能开一宫好团 就看就是上野 带上辅助了 但对方不会站一起的呀 对方这个双C 不会站一起的呀 我觉得打到这会儿了 都懂的呀 平时自己玩都懂 更别说打比赛了 这两个人现在就是碍事距离 对吧 两个人互相之间 要距离产生美 不能站一起 站一起可能就是 牙膏女药好了 然后金克斯说 我表索他大 我们站一起勾引他放他大 牙膏回去也补了金身 哇 那这个加上女药 没闪现的这个时间 感觉都很难利用了 主要这两个金身 其实就算反应慢点 被撞起来再开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活下来 而且京东这边没有选择 贸然的去推进 因为毕竟龙纹 总不是他们拿的嘛 所以他们利用自己中路 超级兵的这个优势 一直在做跟线的拉扯 毕竟他们这个任务 可以往后拖 主要打到这会儿 优势已经挺大的了 其实 就你看现在打团 这个熊跟石头人 其实石头人就一个大 两人加起来就一个大招 我感觉 真的 这两人加起来 这就是一个大招的价值 大招的释放了 能开到 那么就能赢 开不到被拉扯开来 那肯定后续就是被反打 而且主要 高子哥的装备顶 高子哥这把发跃也好 打到这种局面 真的威武之团战 已经容错率太低了 死一个这团战就结束了 就真的是双启动 死一个 京东稳一点 我觉得真的可以等远古龙 稳一点 因为打远古龙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扎实的多 他们这阵容AOE会更多一些 伤害也会更足一点 所以他们只需要做到 进行兵线上面的拉扯 做好视野 不费瑞去这边开到 那他们也很好打 而且什么呀 蓝色方打远古龙 就是有无事 因为你很难绕到 远古龙上面跳下来抢 但你要是红色方 打远古龙 拼远古龙 难道说 这是一波机会吗 忍不住啊 鞋子在看梯 而且 Rookie是在绕 但是被占卜花都看见了 就刚才也是 你说到的这个问题嘛 就红色方太难绕了 威武现在就是着急啊 威武就像着点机会啊 这个位置 威武想的是 如果能够在远古龙 升职前找拨机会 把团战直接打赢 一拨掉就好了 而且威武胜在灵 我爱高高 高高 这个位置没回去 但是有一个金针 先被融化了 先被交战也融化了 没办法 Rookie也倒 双C差太多了 双C这个伤害上面 确实金克斯跟 呃 维克托现在伤害太高了 牙膏这波临死以前 把大给垫出来了 很关键 而且牙膏在 这个位置 即使死 他也拖了足够久的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回来 帮自己把伤害打满 这还是女妖家金身 能拖好久 毕竟是 伤害只有 呃 Rookie一个人去打 那三守四 这个熊现在守塔 真是没有任何用啊 银线能不能清掉啊 感觉很难清啊 而且三个人也知道 再死要被一波了 闪现给纳斯通行道 有人帮忙挡钩 Botek直接闪现到水拳 莱奥纳斯撑不住了 再一勾勾回来 交出大招的熊 熊开一个中压 中压接触中 快完的亚特的起身 锦斯直接打到这个人头 而正面放在给一位 Botek的水拳 十多人复活 这个时候看京东怎么选择 然后后果 标标不大 标标 哇后果 这次一波拉扯 把瑞许都给给修了 那这样的话 瑞许也倒 后续复活出来的Rookie 一个人 面对上对方五个人的 一个包夹 感觉在 全时里面也很难操作 最终是被牙膏收下人头 那这样的话 京东可以顺势一波 带走掉对手 那这样恭喜京东 在BO5的比赛当中 先持得点1比0 暂时领先 恭喜京东